朋友们村里有个老乡在三年前的时候出国去热本 从热本呢带回来一棵树苗种在他家的菜地里 这棵树苗上所结出来的果实啊非常非常的漂亮 当地的人啊都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树苗 主要这种树苗呢它长得呀就像樱花一样 结出来的果实呢成串成串红艳艳的非常非常的喜庆 当地的人呢都表示没见过 所以今天呢就拍一个视频带大家看一下这种的树苗 看看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树苗啊 就种在他家的菜地里 远远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棵树苗呢红艳艳的 整一棵呢看起来非常的喜庆 主要这种的树苗啊有外地的老板来这边看到啊 都说没见过想要把它买下来 但是呢遭到了老乡的季节 因为它是从国外带回来的 像我们国内呢都没有这种的树苗 所以那个外地的老板呢 他也想花两万块钱买下这棵树苗 但是呢这个老乡没同意哈 所以我就带大家看一下这种树苗 看看你们在我们这边国内有没有见过哈 就是这一棵树苗了哈 带回来的时候呢非常的矮 只有一米多高哈 种了三年的时间呢就长成了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的 长势的呢非常放生 上面呢也已经开花挂果了 最主要的就是它结出来的果实啊 特别的漂亮 层层层层的哈 看一下这边都将这个枝卡呀压卡了 非常多这种的花朵以及果实 我弄一颗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 哎呦 看一下是不是 特别特别的漂亮哈 就像那个手捧花一样哈 然后它开出来呢 也结了很多这种的种植哈 非常多这种黑色的种植 哇塞 应该这种种植不知道 种下去啊能不能繁衍的 种植特别多就像手捧花一样 红艳艳的非常的喜庆哈 听说那个日本那边呢 就是呃有人种到来 然后呢在新娘子结婚的时候 就会用这种呃 它的花朵呢做成手捧花哈 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叶子 它的叶子呢 就是呃跟其他的树啊 没什么两样 叶子呢就是这种长条形 利油油的 主要这棵树啊 长得特别的开 三年的时间呢 就长成了春天大树哈 然后呢 它的花朵呢 也是非常的喜庆 当地的村民呢 都没见过这么喜庆的树种哈 所以呢 给它命名为喜庆之花哈 幸福之花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的幸福之树啊 大家呢也可以把视频转发 分享或者评论区讨论一下 喜欢看更多农村视频的 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就下个视频 再见